作為卡通拌飯的我 絕對是一個標準的卡通米 為了測試一下自己對卡通的知識 今天就特意找了懷舊玩具的老闆 看看自己去到什麼 level 老闆你好 聽說你對日本卡通很有認識 讓我考考你 好 這套我沒看過 我猜是C 都不是我年代 我猜是B 新紅新紅翠子的臉 我叫一星的咖啡上天 這個我知道 是A羅來志 你們兩個為什麼不坐在一起 為什麼要把我夾在中間 不是我 C 新靈 你寫什麼 是啊 你這樣不知道 是支票 對呀 有錢人是一隻多花樣的 A邪樓丸 這個玩具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沒什麼價值 但對大部份的人 就是一種小時候的美好回憶 好像Peter一樣 想起以前小時候開心的回憶 小時候最初的回憶是很印象深刻的 上學和同學一起玩的回憶 是一個開心的感覺 最初Peter經朋友的幫忙 在日本帶些玩具回香港在網上買 竟然巧合之下有參加了一個市集 有一個面對面跟別人買賣的機會 令我有一個興趣不如試試開店 店裡主打60至90年代玩具 客人不是青一色是男性 亦有不少女性去店舖找玩具 那個妹妹可能剛剛畢業 20歲左右 走過來找一些她未看過的鏡片 譬如魔洞王魔神英雄傳 她應該未出生 店裡不只有懷舊玩具 亦有不少精品 講到最受歡迎 小忌廉絕對榜上有名 基本上男男女女都喜歡 其實操小忌廉的人 操得很厲害的都是男生 其實很少鏡片是男女都這麼喜歡 小忌廉可能是其中一套很經典的弟子之一 講到Peter的最愛 就是他手上那盒 戰士高敵安玩具 他是第一套合體方式的機械人 他們比陸神合體少少 變形金剛 單色膠 第一代E1的橘子膠公仔 這個包裝應該很漂亮 這個除非我找到多一個 否則都不會賣 Peter的懷舊玩具譜 好似時光機 找回不少舊時的回憶 戰士高敵安玩具 紅石高敵安玩具 碰巧克力